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的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夠順利地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迪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 鑽研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原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原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吧 鹽 綠花蠟 Natrum muriaticum 綠花蠟 亦都是一種食鹽 大家都認識一般的食鹽 是很深遠影響我們身體的營養狀態 如果長期食得太多的鹽 是會令我們營養方面產生很大的變化 如果我們的鹽聚集得太多 身體的系統是鹽聚集得太多 我們很多時候會見到這些水腫 成身性的水腫或者腳浮腫 亦都會更改我們的身體的血液 出現一種的貧血 或者一種白血球增多症 在同路療法 有一位叫Dr. Schussler 他用纖維炎的療法 他亦都是一個早期 是懂得利用這個鹽去作不同的治療 一般的食鹽 在我們儲藏身體的細胞和血 我們知道鹽通常是有一種吸水的功能 水我們知道可以支援身體的組織和細胞 其實每一個細胞都含有納 我們身體是利用這個鹽可以漲大 或者是分裂的 如果我們身體是沒有足夠的食鹽在細胞裡 我們身體的水就會逗留在細胞和細胞之間 出現一種狀態 血水過份 是dreamy 血裡面的水過份 通常這些病人都是有一種水汪汪 或者臉部浮腫 很累 很眼睡 都有種整天想哭泣 他們這種型 通常都比較怕凍 或者是四肢凍 也有時感覺脊椎有種涼的感覺 但他們亦都很喜歡吃鹽吃鹽的 可以這樣說 可能身體細胞 是鹽不足的一種反應 但鳥枕食鹽似乎是幫不到身體處理疾病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同類療法的鹽 是一個特別的處理過的 特別的能量化的處理過稀釋了的鹽 跟一般的食鹽是很不同的 一般情況如果身體的細胞痕的鹽多 很多時候令到病人有一種咸的味道 或者黏膜是很多不沉常的分泌 尤其是很多水汪汪的分泌 還有皮膚有一種擦傷的症狀 和是很腐蝕性的 我們身體的細胞的鹽 如果是分泌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症狀 譬如流眼水 或者流口水 尤其是牙痛的時候 加上流口水 水性的輻射 水汪汪的輻射 或者很黏膜性的 黏液性的輻射 或者乾 黏液不夠很乾 我們身體的細胞 還有就是我們胃那裡 反胃嘔吐那些黏液 還有是泛水 我們叫Water Brush 嘔吐一些水出來的 我們身體 我們身體也出現 水泡 是很清晰的 好像水那麼清的水泡 在我們的皮膚 或者在我們眼睛的 結膜 結膜那裡 還有便秘這種問題 當然我們一直都有些人 用鹽水 用來沖洗鼻歌 沖洗身體的不同的部位 但在同類療法 我們應用的鹽 這是一個 進入另一個不同的境界 首先我們要了解 鹽型的人那種體型 通常是屬於比較瘦的 細粒一點 瘦一點 還有那個皮膚 看上去都是有些少 貧血的 不是很紅潤的 還有它瘦得來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它的頸部那裡 是特別瘦的 頸部的地方 除了整體性的消瘦 也有時候出現水腫這類的問題 那鹽型的人 通常很多時候 用在一些 可以處理一些 情緒上的創傷 導致悲哀 它叫grief 悲傷的問題 可能因為感情方面 男女關係方面 或者父母方面 他覺得自己感情 是受了傷的 出現不同的問題 鹽型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鹽型的人通常會有一種懷舊 很喜歡想起以前 尤其是傷心事 它是很難忘懷的 或者以前受過的抑鬱 它那種不開心的情緒 它是經常留在心裡 好像放不掉 它很多時候 很懷舊 在聖經上 也有一個故事 上帝焚城 因為有一個地方 Sodam Gomorrah 這個故事 當時 上帝要 燒毀這個城 叫裡面的居民 要離開 離開這個城 其中Lots Lots和他的家人 和太太 都要他離開城 但這個Lots 上帝吩咐他們 總之就快點走 不可以向後看 不可以看回城市 那些被火燒的情況 在逃亡之中 Lots Lots 這個太太 Lots 她很不捨得 她不聽話 她就向後一看 結果 就變成一個炎的柱 大家可能都聽過 這個聖經的一個故事 她因為很不捨得 向後看回以前 看回那個城市 然後整個人變成一個炎的癌柱 所以炎型的人 很多時候情緒很敏感 他們很多時候受了傷之後 特別恐怕會再被受傷 很多時候他們的情緒就會關閉起來 或者捉一步牆 保護自己 然而的人通常是 比較上 羅曼蒂克一些 多情的人 內向的 內向的 智慧型的人 很多時候 將感情收藏 他不容易透露自己內心的世界 當時也是一個 狂於工作的人 好了 他們炎型的人 因為感情很豐富 很浪漫太黑 他們很多時候 都很希望 找到一個好的伴侶 但很多時候 他們很容易 會墮落愛河 在一些不適當的人 為一些不適當的男人或女人 墮落愛河 這些是他們的 他們有種傾向 會做到這件事 當然 結果就會失望 他們會更加受傷 炎型的女士 很多時候 就出現不育 可能因為情感因素 或者小時候 不開心的事故 導致她 生不到小孩 所以炎是一個 好好的處理悲哀 這個悲哀 未必一定是近的 可能是以前的悲哀 很久以前的悲哀 在同學療法 很多時候 我們會處理一些 不孕的女士 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如果不孕這個問題 是因為過去吃得太多 鼻孕癌 我們就會用 墨魚汁 墨魚汁 有可能其他因素 就是因為悲哀 悲傷 我們就會用 炎這個療劑 好了 炎型的人 通常是喜歡獨處一點 也有不開心 不太歡迎別人安慰她 你看到她 你走去特別安慰她 她會更加哭 更加不舒服 現形的人 通常都是很規矩 通常也都很保守 還有做事是規規矩矩矩 行為非常之妥當 小孩子也是 她是很乖的 很乖的小朋友 還有呢 就是 有些比較早熟 小小的女生 但是她會照顧其他兄弟姐妹 小小粒粒的 但她比較上很乖 很早熟 看上去之後 那個小孩子 年紀輕輕 但是很成熟 很多時候 炎型的人 是出現一個家庭 她在家庭裏面 雖然是一個很規規矩矩 大家 正正當當規矩矩 但是 是缺乏愛 起碼流露出來 愛是不夠的 這很多時候 炎型 一個很敏感情緒 很敏感的孩子 出現成長在這些家庭 慢慢地 她就覺得 她的感情上 就是越來越敏感 越來越 就是怕被傷害 她就慢慢形成 那種炎的這種情緒 就是內斂一點 不多透露自己的內心感情 好了 那炎型的小孩子 很多時候 是出現她那個 那個 語言出現問題 她有時候 不太肯說話 她不說的原因 可能是一個情緒的因素 她很內向 內斂 不太說話 所以有時候 發現一些小孩子 你看到她的身體體型 小小顆顆 她的頭 平時很乖 但是很靜 很沉默 不太說話 那炎 就可以將她們開放一點 好 那炎呢 也有時候出現 一個媽媽 一個女父 懷了人 甚至在肚子裡 是在肚子裡 但媽媽 就出現很多情緒上的問題 或者被拒絕 情緒受傷 沒有辦法宣洩的愛 很多時候這個寶寶出現 都會有很多這類的頭痛的問題 很小時候已經頭痛 小孩子很少會頭痛 那炎炎的小小孩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這種 胎兒裡面的影響 胎兒 懷孕的時候的影響 是出現很多頭痛 很多敏感 很理念 一般炎的小小小小 一般炎的小小小小小 這早期 都只是一個很乖 很乖很說很的喔 如果有時候 他不開心的時候是勸不進去的 他勸的情況會越差 因為他是比較不喜歡說話 藏起來的內心情緒 所以他很多時候不會哭 他不會起碼在公眾的地方在你面前哭 他哭的時候會在房間抽哭的 不是哭哭的 嚴刑的生物質很多時候會出現學習的毛病 例如學習行路出現問題 說話或者交流出現問題 如果你發現他們都很喜歡吃鹹的食鹽 又哭不得到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症狀 嚴刑的人不喜歡去公廁 如果去公廁的時候他覺得很尷尬 怕人聽到或者聞到那些味道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就不去休息 適當的時間不去休息 結果就出現便秘 這種問題 嚴刑的情緒方面很有趣 他們有很怕賊佬 怕賊佬進屋來行劫 也怕昆蟲 尤其是蜜蜂 嚴刑的人都有一種默塞的恐懼症 他在一些默塞的地方會害怕 他亦都會害怕高 如果他有高著看下去 他就好像覺得自己失控這種情況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也都怕 在公眾的演講 因為他們很怕可能會犯錯 會被人笑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在這方面都比較弱 在身體方面 嚴刑的人 眼睛比較怕光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他 常常都會戴著太陽眼鏡 因為他覺得太陽很殘眼 體溫可能會暖 或者可能冷 兩樣都有可以的 身體方面 他們除了食物方面 除了忠食鹹食 很多時候都會忠食 朱古力、甜食 魚 但對肥膩的食物 尤其是那些生蠔 有些食物好像有些黏黏的 黏黏的 他們是很怕吃的 生蠔很不喜歡吃的 而是一個主要的療劑 是醫治扁頭痛 和血糖低 也有一個主要的療劑 是治療生殖器官的拋診 或者口唇的唇瘡 他們的利便 有很多水泡 水脂 這是炎型的 經常治療這種問題 敏感 多方面的敏感 敏感的症狀 比如鼻敏感、眼敏感 很多時候會流出來的分泌物 都是水汪汪的 因為炎是控制水分 所以很多時候 你發現炎身體的症狀 會乾 或是濕 水汪汪的濕 炎也可以用在 任神的嘔吐病 尤其是在十點鐘 那段時間是特別差 或者有時候感覺 在太陽 高高在上的時候 太陽的問題 會比較差 好 炎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一個大的療劑 大家都很大機會 用得著 我通常都是 看身體的體型 我剛才所講 通常是小小粒粒 瘦瘦的 還有一個療劑 還有一個療劑 是用在很多深層出自的毛病 例如身體消瘦 白血病 尤其是這些病 消瘦、白血病 因為悲傷 這樣導致 也有一個病 叫Hodgkin's disease 也有MS 多發性的覺病 Multiple Sclerosis 血癌 很多深層的病 有時候 我都可以想到用鹽 OK 好 希望大家 小心應用一下 可以幫助很多深層次的毛病 謝謝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